面对日本伸出的和谈橄榄枝 汪精卫在妻子陈碧君的推动下 走上了卖国求荣的不归路 此时作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会怎么办 他该如何收拾汪精卫出逃 这个举国震惊的政治丑闻 为国民政府成立后 作为日本侵略者的傀儡 汪精卫和陈碧君表面上风光不现 但背负着汉奸骂名的他们 究竟会有哪些彷徨与绝望 三峡大学胡俊修将为您讲述 头号汉奸夫妻的不归路 第四集 汉奸的日子不好过 他们曾为推翻清王朝奋武古身 他们曾是同盟会元老 身受孙中山器重 但面对国家存亡民族大义 他们却成为遭人拓骂的头号 汉奸夫妻 最终死者被人绝目焚尸 生者背叛终身监禁 是什么扭曲了他们的心灵 又是什么蒙蔽了他们的双眼 一对曾让国人羡慕的革命办理 缘合走上歧途 回顾历史又给我们留下哪些反思 三峡大学胡俊修将为您讲述 头号汉奸夫妻的不归路 法律讲堂文史版 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上一讲我们讲到 1938年底 当汪精卫无比纠结 是否撇开讲解时 单方面与日本和谈时 老婆陈碧君在背后猛推一把 将她推入了日本人的怀抱 这夫妇俩加快了当汉奸的节奏 1938年12月18日 陈碧君汪精卫一行逃离重庆 来到越南的河内 那么接下来 他们又干出了怎样的罪恶勾当 把自己做事成头号汉奸夫妇呢 1938年12月22日 日本内阁按照 崇光堂密约的条款发表了声明 声明提出了所谓中日 木林友好 共同防供 经济合作 三原则 在何类啊 陈碧君催着汪精卫赶紧响应日本 一周之后 12月29日 汪精卫以国民党副总裁的名义 委托陈碧君博 林百生在香港发表了自己对禁卫声明的拥护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燕店 因为29号的电报代码为燕而得名 在燕店里 汪精卫很是恶心的大说日本人的好话 燕店是汪精卫集团公开卖国投降日本侵略者的宣言 一个禁卫声明 一个禁卫艳电 主唱如鹤 这二位开始演双簧了 吹出了一连串的和平肥皂炮 汪精卫身为国民党副总裁 是国民党最高层的领导 却公开建议蒋介石国民政府向日本妥协 做傀儡 换取和平 这让总裁蒋介石 情何以堪呢 国民党中央于是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永远开除汪精卫国民党党籍 那么蒋介石接下来会有怎样的动作呢 蒋介石表面上虽然宣布开除汪精卫的党籍 并撤销他的一切职务 但暗地里又派人去河内游说 希望汪精卫回心转意 但他老汪开宫没有回头建了 即便他回头 往日的荣誉功劳地位 也都随着他的便捷烟消云散了 更何况 陈碧军也不会让他再回去跟着老蒋混了 所以汪精卫拒绝了游说 身为国民党的二号人 汪精卫却与日本人勾结出逃越南 面对蒋介石的游说 他更是拒不服役感 这让还对汪精卫抱有一丝幻想的蒋介石愤怒一场 为了挽回颜面 一向心狠手辣 以政治手腕高超著称的他 终于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 蒋介石认为汪精卫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就把汪精卫这块硬骨头交给自己的心腹 戴利 戴利这个名字让人惊悚 他有中国的盖世太保 蒋介石佩刀之称 戴利长期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也就是俗称的军统局局长 是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带头大哥 执行力那是超强杀人如麻 令人闻风丧胆 戴利拟命之后 直使陈公述 王鲁翘等得意弟子 带着几个武艺高强的特务奔赴河内 刺杀汪精卫 陈必军多次提醒汪精卫要多留个心眼 但是做了亏心事早晚鬼敲门 很快军统特务们便找上门来 汪精卫 陈必军会成为军统特务的枪下鬼吗 当然没有 汪精卫命大了 否则便没有后来的故事了 这是怎么回事了 根据邵使所编 何泪血案行刺汪精卫始末一书 原来当天晚上 由于亲信秘书曾仲明的老婆 感到何泪探亲 汪精卫便临时把自己住的一间大典的房 让给曾仲明夫妇住 而他和老婆陈必军搬到曾仲明的房间去睡了 枪击发生时 王氏夫妇睡在隔壁房间 虽然惊恐万状 但却毫发无损 虚惊异常 你说这曾仲明也真够倒霉的 好不容易老婆飘扬过海来探亲 却让自个成了替死鬼 陈必军虽然阴差阳错 躲过一死 但在河内 每天上演现实版的让子弹飞 谁的小宇宙也没那么强悍 陈必军是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 招不保夕 他便让汪精卫抓紧派部下 同日本组织联系 期望得到保护 日本军部决定 秘密把汪精卫护送回中国 1939年4月 陈必军汪精卫离开越南 乘坐日本舰艇 北光丸号 回到上海 1940年3月 当蒋介石国民政府 在陪都重庆抗战震撼之时 汪精卫为国民政府 以国民政府还都的名义 在南京成立 汪精卫任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代理主席 成为头号大汉奸 对于这一点 江苏高等法院在审判陈必军的时候 鲜明地指出汪精卫 陈必军此举的目的在于对抗中央 江苏高等法院在刑事判决书里 也明确指出 汪精卫接受三国乳权之条件 干受日寇支持 组织为辅 形成与中央对峙之局 其影响于人民心理 国际观听者至深至聚 其目的在阻挠抗战 颠覆政府 而被告陈必军对汪精卫此专 被谬举动 菲特不加劝阻 反而从中暂住 使其执迷不悟 一意孤心 令人牺牲大劫 断送国权 以厌其领袖之欲 应该说 法院的判决是有理有据的 汪精卫当上头号大汉奸 成为领袖 在伪国民政府发号失令 陈必军的确在背后 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汪精卫叛国投敌后 尽管蒋介石软硬兼尸 但仍旧没能阻止汪精卫的步伐 在汪精卫成立伪国民政府后 一直推动丈夫当汉奸的陈必军 重回第一夫人宝座 此时的他会如何享受 这久违的权力 从南京到广州 陈必军又是怎样把汪伟政权 一步一步开成了属于自己的家族公司 三峡大学胡俊修继续为您讲述 头号汉奸夫妻的不归录 第四集 罕奸的日子不好过 中外法律文化 我们为您探命 历史大案要案 我们为您揭秘 传奇法治人物 我们为您解密 法律讲堂文史版 带您穿越时空 探案讲法 那么 汪精卫当了委国民政府主席 陈必军的好处又在哪里了 在这个汉奸政权里 陈必军重回久违的第一夫人宝座 这里他上一次当第一夫人 已经时隔十多年了 人生能有几个十年了 陈必军再一次富贵其荣 他要让汪精卫好好弥补自己 这十几年的权力荒 那么 陈必军又会做出哪些出格的举动 甚至让汪精卫都觉得难堪了 陈必军烧了三把火 第一把火 他大肆插手伪政权的干部任命 这权力好比春耀 让陈必军这个年届五十的女人 成天躁动不安 他把汉奸政权开成了家族公司 把兄弟 侄子和亲信都安插在了肥缺的位置 他弟弟陈耀祖 担任委广东省政府主席 他的干妹夫楚明义担任了伟行政院副院长 陈必军任人为亲可见一斑 有人说汪伟政权是汪家五台陈家班 陈必军把一个伟政权开成了家族公司 以权谋私 汪精卫是听之认之 这让其他汉奸官员心里很是不爽 三号汉奸周福海就在日记里看一看 说啊 深感汪先生为汪夫人所支配 萧小所包围 私心自用 见自失去全体领袖之身份 而变成一派系之领袖 事业 前途 颇为悲观 一个汉奸感叹另一个汉奸的堕落 这实在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也能让我们从中看到汪精卫的确被夫人左右派身 为了扩大汉奸队伍 陈必军还专门跑到香港动员陈公伯归队 陈公伯和陈必军一同飞回南京 成为二号汉奸 后来接了汪精卫的班 陈必军烧的第二把火 是他热重参与伪政权重大问题的拍板 据张静新所写 陈必军传记一书 陈必军是一招拳在手 便把另来行 他十分喜欢参与汪伪政权的重大问题决策 向人事安排 对峙关系 特工工作 财政经济等问题的决定 都得听取他陈必军的意见 第三把火 陈必军亲自当官 呼风唤雨 前面我们说的 陈必军擦手汉奸政权 干部安排也好 过问重大决定也罢 毕竟都是幕后的工作 那么全域熏心的陈必军 甘心当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吗 陈必军不甘心 被汪精卫掩盖自己的光芒 他要有独立的地位和实实在在的权利 陈必军压根就不满足于当幕后指挥 迫不及待的要跑到台前作威作福 这不 陈必军找汪精卫要官当 汪精卫就封给他两个狠拉风的官职 一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二是广东政治指导员 我们先来说说陈必军当监察委员的风光 陈必军晚年时候得意洋洋的回忆 他说我本中央监察委员 理应巡行各地 故我故连中常仆仆于破火轮 火车汽车飞机中旅行 有所见便为党政军之负责人告 托建功 陈必军在这里说 自己经常给党政军之负责人训话 是在显摆自己往日的威风 为了显示威风 陈必军还时不时的视察清香 王伟政权的所谓清香 主要是配合日本人对沦陷区民众的绞杀封锁 以维持治安为民 进行政治洗脑 宣扬所谓中日清善友好 进行奴化教育 但是视察也有出岔子的时候 有一次陈必军正在视察的时候 被抗日游击队打了埋伏 轿车连中树弹 陈必军扭动着水桶腰 钻到车座下面才捡了一条命 经过这次打击之后 陈必军再也不敢到处视察了 于是乎他决定一心一意 坐镇广东 成为广东一霸 陈必军又找汪精卫给自个封个官 啥官呢 广东政治指导员 这个职位是汪精卫拍脑袋拍出来的 在历代官制中找不到 陈必军要离开南京 称霸广东 可以说正合汪精卫的心意 汪精卫封给陈必军广东政治指导员的头衔 就是让他作为钦差大臣 坐镇广东 免得呆在南京指手画脚 让自己左右为难 陈必军在南京的时候 一些所作所为 让汪精卫这个啪耳朵 很是难看 丢尽了面子 有时候 手下向汪精卫汇报工作 稍晚一些 陈必军就闯进汪精卫办公室说 时间不早了 汪先生该休息了 这就是下足克令 手下只好灰溜溜的走了 有时候 陈必军拍板的是 要是手下落实不到位 陈必军就大骂他们是窝浪费 汪伟政权中 上至院长 部长 下至一班公务员 没有人不怕他 也没有人不讨厌他 背后都厌恶的称他老太婆 那么 大家可能要问呢 陈指导员又如何能够号令广东呢 我们看一看广东方面的 维组织人员安排 就不难看出陈必军在广东的派头 维广东省主席兼建设厅厅长陈耀祖 是陈必军的四弟 财政厅厅长汪宗怀 是汪精卫的侄子 但此人一向走四省陈必军的门路 不太亲近四叔汪精卫 民政厅厅长汪英如 教育厅厅长林汝衡 相传了 都是陈必军的干儿子 这人一混得好 亲戚就多啊 至于各县县长 多数是陈必军的亲信 都是些敛财手段高强 欺压百姓残暴的主 陈必军称霸广东的目的 就是不择手段 大肆敛财 据说啊 手下人知道他酷爱古丸 便投其所好又跑又送 向他敬献各种古董 以求得到火箭式提拔 陈必军就按禁献的古董价值 赐以官位 有一次 韦广州市市长 关仲西 买了个花瓶去禁献 却被陈必军查出来是赝品 结果眼砸了 丢了乌纱帽 汪精卫 叛国投底 成立伟国民政府 陈必军也得以再次在第一夫人的位置上作威作福 然而这时看上去呼风唤雨风光无限的汪精卫 内心为何依然充满纠结与彷徨 在第一夫人的位置上 陈必军移植 气势不可一世 但是这样的生活 他究竟还能过多久呢 三峡大学 胡俊修 继续为您讲述 头号汉奸夫妻的不归录 第四集 汉奸的日子不好过 陈必军一遭得志 便呼风唤雨 大呈盈威 问题是 这头号大汉奸 真的过得那么舒心吗 其实不然 表面风光 内心彷徨 汉奸也过得很纠结 也有大把的烦心事 陈必军和汪精卫 可不会自称为卖国政府和大汉奸 他们不枉给资金脸上贴金 打出了和平 反共 建国的旗号 在各种场合 进行所谓的和平运动演讲 俨然把资金美化成了中国的和平天使 其实地球人都知道 他们的和平论 就是卖国论 两人其实是中国的头号汉奸夫妇 他们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既要当汉奸 还要立牌坊 一向趾高气昂 飞昂跋扈的陈必军 还得经常受日本人的窝囊气 张静兴在陈必军传记里提到 日本特务联络部长史奇到广东后 要广东的当家人陈必军 陈耀祖 在广州沦陷的日子换作更生节 所有军事学校 大中小学 各机关职员 人民团体 都要参加日军和日本民众的庆祝游行 并高呼口号 中山日报 还要在头版醒目的地方 刊登所谓 黄恩浩荡的感恩文章 这无异于要陈必军 公开表示自己是日本人的卢彩 日本的无理要求 让陈必军面子丢了一地 还有一件事 也是陈必军在晚年所写的材料中 着意渲染的 他说 中日两国的军官 是要互相向较高级别敬礼的 日本军人往往不行礼 而我们的军人 有向他们阴行尽礼而不行的 便被披耳光 问我怎样 我说简单得很 你们也当街在民众面前 对不向你们行礼的日本军人披耳光 在这里 陈必军只是随口说说气话 过过嘴巴的瘾而已 他的部下又没吃雄心豹子胆 岂敢闪日本军官的耳光 陈必军坐镇广东期间 是往返于广州和南京之间的 两个月在广州 两个月在南京 回南京时 陈必军发现老公汪精卫的日子 也是一天比一天难过 汪精卫也是心情越来越糟糕 内心越来越彷徨 伪政府成立后 王精卫成了日本保护下的儿皇帝 但他并不顺心 外寿日寇百步 内惧老婆吃微 十分苦闷 再说了 每天顶着个大汉奸的帽子 过日子 国人节约可上 这心情不爽啊 而且随着日本主子 在太平洋战场的节节败退 奴才汪精卫 赶到自己的汉奸政权 那也快到点了 他的心情日趋恶劣 汪精卫多次在公开场合 突然替泪交加 有时在开会的时候 偶有感触 便拍桌子 砸凳子 吹胡子 瞪眼睛 大发脾气 自诩为谦谦君子的他 一有机会 就戒酒交仇 王精卫越来越苍了 憔悴了 王伟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不少投机分子 纷纷为自己寻求退路 汉奸骨干陈公博和周福海 都向重庆方面的蒋介石 暗送秋波 献殷勤 送情报 邀功劳 队伍不好带了 让汪精卫很是寒心 那么陈碧君能够安慰汪精卫 疲惫的心吗 这一点陈碧君还真做不到 他动不动就合同狮子吼 只会让汪精卫更心烦 不过 很快汪精卫就一命呜呼了 汪精卫死后 陈碧君还嚣张了起来吗 在接受法庭审判的时候 陈碧君又是怎样替自己和老公汪精卫 开脱汉奸罪的呢 对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 陈碧君会执迷不悟 还是幡然醒悟呢 我们下集再讲 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 再见 王精卫叛国投敌当汉奸 陈碧君重回第一夫人宝座 此时夫妻二人看上去风光无限 实际却备受煎熬 可即使是这样战战兢兢的日子 也随着汪精卫的突然死亡走向了尽头 九年前的一颗子大 为什么会在此时要了汪精卫的命 头号汉奸夫妻的归录 明天继续播出